大家好 我是Ann Huy 是來自香港的 很多人都認識我 因為我曾經錄過一頂戴 亦是說我媽媽和我兒子的 被狼狗咬爛的耳朵 但現在有一次更有力的見證 很厲害 去年05年6月份 是我人生裏面最痛苦最痛苦的一個月 因為我從來都未試過 身體裏面有什麽問題 我每一個月經期都很正常 我生了兩個小朋友 沒有其他東西 但不知為何 香港每一年就要子宮頸細胞的補查 一定要我檢查身體 我每一年都去 連續去到第三年 去年已經第三年 姑娘跟我說 如果今年第三年 檢查了沒事 那時候你可以隔三年再來找我 然後我這樣甩爛了 三年再檢查 就不用麻煩你 然後記住時間 然後驗了不夠一個月 姑娘打電話給我 趙太太 醫生要見你 我說 很自然的反應問她 是否癌症 那姑娘說 我無法回答你 你下來才說 那我回到香港 了解的時候 醫生跟我說 很大堆名詞 有什麽細胞 什麽細胞 其實是一個 細子宮頸細胞病變 偏向癌症 但又不是人 真的 已經開始變異了 然後 我講了很多名詞 我都不懂得聽 我就說 究竟 是否癌症 然後醫生跟我說 我說 你不要說那麽多 都彎抹角 是否梅艷芳 他說是 我問她 最長有多少個月名 她說 快者就一年發作 或者是十五年的前居期 那我自己在那裏 真的十五十六 那時的心情 真是很難受 你想一下 我小朋友才這麽細 一個十一歲 一個才那個七歲 那如果我 一年 我就沒有了 小朋友怎麽算 我就放不下我兩個子女 那我那時 當時的心情很矛盾 那我就跟我先生說 跟我孩子說 醫生說我 快就一年 耐久就十五年 我最長的 是十五年 即是沒有 然後呢 我真的回家 抱著我老公 三日三夜 我沒有了心機 我真的抱著我老公 哭了三日三夜 後來呢 華仔跟我說 他老婆你這麽好心不下的 一定上天會幫你的 他說 你大量吃產品 因為我亦都問過醫生 怎麽可以幫到我 醫生說 只是你的身體強壯 你的人強壯了的時候 所有菌就會打倒 後來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都學營養好 所以我覺得 哇原來 營養可以給我的時候 我記得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有個叫木蓮 他就是子宮 不是那個乳腺癌 我聽到他跟人分享的時候 他可以幫到很多人 他自己康復 當他康復的時候 我在身邊聽到他說 他每天吃百幾二百粒藍棗 百幾二百迪活力氧 我一聽了之後 是呀 癌症都可以得 我現在就能去到真正癌症 我應該幫到我 我大量回到去 人家姐姐妹妹 一次一支 一日三支 我由一支開始 一日三支 接著到兩支 早午晚兩支 接著到早午晚三支 我記得 Candy跟我說 她說 Anna 你不用吃那麼多 但當時我就不想 我自己私隱 其實說真一句 我就不想告訴別人 只有我兩夫妻都知道 曾生和曾太太都知道 後來 我很無在的時候 我也跟Candy說 Candy說 我原來是這樣 那你吃多一點呢 Candy也介紹一些醫生 給我去檢查 但是 後來我吃了姐姐妹妹 早午晚 我吃妹妹 全部吃妹妹 早午晚三支 一日九支 另外那個活力養 我一日超過 差不多二百滴 藍酒百幾二百粒一日 接著 C片我都不記得了多少 總之倒出來我就吃 因為大量的增強免疫系統 還有那個千日子 可能有時候 最多的時候 一日可能吃一行 大量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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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毒份量延續排了三個月 每日就排毒 排毒 排毒 排了三個月 接著到第四個月的時候 我身體 驚奇來的時候 早晚 來了一塊 好像 鴨蛋那麽大塊 五分的 激血 我就叫我先生看 我問 你看看 今天有些這樣的東西出來 我說老婆不用怕 恭喜你 可能這塊東西作怪 到晚上洗澡的時候 又來了一次 又是這樣的 好像鴨蛋那麽大塊 嚇懇懇的 我問 嘩 嘩 那麽這麽可怕 那麽可怕 那麽我覺得很舒服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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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月的時候 再來了一個 好像鴨蛋那麽小的 魚 那麽之後就一路都沒有了 那我就到半年時間 持續是大量吃產品 大量喝水 半年之後 我再去香港政府醫院 私家醫院 檢查 嘩 恭喜你 為什麽會沒有事的 那我就鬆了一口氣 我也做微信 回到大陸 找些權威很大的醫院 又重新檢查 Cancer 那個細胞有沒有事 又沒有事 他叫我半年或者一年 一定要全身檢查一次 每一年一定要檢查一次 但現在真的很好 如果不是我的產品 真是懂得說話的產品 就這樣平時 如果不是因為我兒子 狼狗病人的兒子 醫好了 我媽媽那麼多病 醫好了 我沒有這個信心 可能我已經 有時癌症那樣東西 就嚇死了我病死的 嚇死了 但我對自己有個充滿信心的時候 我覺得產品是幫得到我 我就大量地吃 現在是沒事 所以我覺得真的非常之開心 很感謝我公司的產品 是懂得說話的 所以我不知怎麽感激 這樣多謝 所以很多東西 甚至透過刮沙 我也有一個今次高峰會 今年的高峰會 是很短短的 有一個早園吃了一些榴槤 那個肝門口的側邊那個位置 就生了幾粒 好像暗瘡那樣大粒的瘡 我又行 她說幫得很癢 這樣說 她說你的痔瘡也可以 不如是怎麽搞的 問我 我就教她 稀釋了活力的樣子 來幫她沖洗 開會的時候不方便沖洗 只有用噴會去噴 噴了之後拿紙巾印乾了 然後我教她倒些刮沙油下去 那你刮的時候 你就不要刮過幾粒瘡 是刮過瘡的旁邊 先把它刮出去 先鬆開了 刮到出色衣 多痛都刮 刮完之後它癢 那你就給油大量的刮 很肉緊的刮那個幾粒瘡 因為它是實的瘡 不是含濃的瘡 如果含濃的瘡 就不可以這樣刮 但因為很實 刮了它大概五分鐘左右 幾粒瘡完全不見了 完全鬆了 但旁邊一塊塊雨黑 出來了 到現在兩個月時間 真的沒有痕過 所以我曾經聽到這樣之後 我就試過 有很多時候的人 當它的鼻吶 或者旁邊那些地方 其實那麽難開口說話的時候 它是說不出 還有一些濕疹痕癢癢的時候 就問它怎麽算 甚至有時候 架底的地方 或者戴胸圍的地方癢癢 那我就教它 我不方便幫它刮的地方 叫它自己刮 甚至我幫過一個 凡你戴胸圍 它這個位置 就會有些東西 癢到它入骨 那我跟它說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你就要 我就幫它刮 我說不是我們的調整內衣有問題 而是你的皮膚裏面 是真的有問題 毒素太多 一定要大量排毒 第二 我就倒刮膝油在這兩邊 淋巴的位置 它完全是 起了一粒粒很癢 跟著我跟它 刮刮刮刮刮 一塊塊的瘀血 瘀了一個星期 黑色的 那些地方 一大瓶黑色的 刮完之後 到現在一個多兩個月 我問它癢 不再癢 所以刮刮刮 你一定要知道 濕疹癢癢癢 有這些 首先一定要排毒 透過大量排毒 身體內酸性太常 排毒之後 再刮刮 效果真是很棒 真是正到不得了 所以如果要講到產品 講到 可以說是真的三日三夜都講不完 是很多 因為我也很感謝 我在公司的 這麼厲害的產品 謝謝你